李克强访问欧洲跟德国总理会团 在促进双方经贸的大思维之下 这个大陆生产的太阳能面板 可能只会被科征短期的反倾销关税 而在这个ECFA架构之下的两岸福贸协议 符合WTO规格等同FTA六月即将要签署 台湾业者受惠于大陆让利 但这是短多长空还是短空长多 以及这个台湾渔民红石城被菲律宾的水井枪杀 现在双方各派8人的调查团 台湾团今天要登船查案 而这菲律宾是要去见遗传的生还者 欢迎收看2013年5月28号的《时事求是》 但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首度的出访 在礼拜天的时候跟德国的总理Angola Merkel会谈 而且举行了共同的记者会 梅克尔表示他将会采取措施 来避免欧盟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战争 而欧盟这个月是以大陆的相关厂家 得到了不恰当的政府补贴为理由 威胁要对中国大陆的太阳能产品 可征永久性的关税 此外还表示要以类似的理由 对中国大陆的电信器材制造商来展开调查 李克强对此表示不同意 他坚决地反对 说这损害了中国 也会影响和危及欧洲的相关产业发展 这些做法向国际社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他希望透过共同努力跟对话协商 能够获得合理的解决 今天的节目现场为您请到的来宾 是文化大学的教授郭正亮 正亮兄您好 大家好 这是李克强首度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出访 他第一个出访的是印度 他是一个被视为传统的战略对手 前往瑞士的时候跟瑞士签署了FTA的协定 那现在到了德国了以后 是就这个太阳能面板 还有电信产品的清销来做这个讨论 我们想请教这个正亮兄的 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这次的访问有出访有主轴吗 还是主轴不在我们谈的地方 我觉得主题各有不同 像印度的话 事实上还是对那个边界的纠纷 那表示说双方还是有缓和的意思 那也对中印两国未来的经济合作 那做了一个大的铺陈 就说这两个国家事实上 大家都预言就是在未来二十年内 可能会变成全世界前三 所以大概就是最重要的 两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 那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共利之处 是相当多的 那当然以前因为有军事战略上的顾忌 所以就迟迟有一些项目没有展开 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会进一步进行 因为包括印度的软体业到大陆发展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制造业到印度发展 这可能性都是很大的 那瑞士其实就是像冰岛一样 因为他们都不是那个 这个17国集团之一 那要签FTA对大陆的 这个彼此的互补性最高了 因为就是很小的国家 那可是对欧洲的那主要的那个集团 事实上要谈还早得很 我看可能会远在中日韩FTA之后 所以我觉得大陆恐怕还是从 我们讲的这个东协加三加六 然后从中日韩的FTA 恐怕还是从亚洲开始 那跟欧洲跟美国 我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OK 而讲到这一次 这个李克强在德国跟梅克尔举行的记者会里面 当然两边都主要都主动的提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反倾销的问题 而且梅克尔还说 他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期的 不是一个永久性的 不过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这个低价 就是大陆的太阳能产品低价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我们来看就是说 像去年的时候美国政府有一个金元的标的公司 然后后来这个业者破产 而且还要被入资收购 那个时候就闹起了一个轩然大波 我的思维又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主要比较在乎的还是敏感性的科技 比如说他对华为就非常的敏感 那也联手了澳大利亚 那可能还包括加拿大 那可是华为进入欧陆就比较顺利 比如说他跟英国签了很大的一个约 我的了解是六十亿英镑 那是很大的一个合约 可是欧洲基本上的问题跟美国不一样 就是他经济真的非常糟糕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希望 因为大陆事实上在估计他全球的产能的布局 恐怕是有点高估 就没想到经济这么差 讲的是全球了 因为他的订单来自全世界 那这里面最明显的 我觉得第一个受灾央的一定是太阳能 那接下来就是电器 风力搭电等等 对然后还有 我甚至认为PC恐怕也包括在内 那接下来就是面板 那这几个恐怕尤其是太阳能 产能已经过高了 因为大陆他冲刺的太快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无息上得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因为过去欧洲 都是用政府的财政补贴 所以使得增加他的购买力 可是德国跟西班牙都逐渐在做调整 因为欧洲的经济真的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补贴一旦减少 他的订单就要变少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要采取内置 因为他要创造就业 那大陆这些大部分都是在大陆制造 所以当然就会造成他内部很大的问题 因为欧洲国家已经有很多国家 他的失业率已经接近20% 对台湾在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 也是碰到了美国相当大的压力 什么301超级301 然后这个贸易倾销等等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一方面就是 或许政府真的有补贴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碰到的就是 对补贴的定义可能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那有些呢 比如说像这个给予这个业者免税的待遇 那奖励投资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被视为是一种这个补贴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大陆的政府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补贴 大陆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在西方国家的认定 就是你给他很低利率的贷款 这个是最直接的 对 那这个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的 他要按照市场行情 那甚至有一些是政府持股 他恐怕有一些公司他背后是有政府的 那所以这里面就碰到很多很实质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大陆把它当作策略产业在发展 而且大陆有很多策略性的产业 其实大陆比较纯民间的 我们大概讲就网络 电器 这个就比较明显 对 比如说马云的阿里巴巴 百度等等 这些大概就是他是比较民间化的 电器 比如说像海尔 那那个大概就是直接面对民间 可是其他产业 我觉得你很难说他是民间企业 我甚至还问过郭台铭先生 我说你的对手像京东方 他说京东方是民营企业吗 他也上市 可是京东方背后有政府 所以他可能就容易取得政府订单 容易取得政府的贷款 容易取得政府的融资 有时候是政府自己投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包括法令 他可能优先知情 比如说要放宽什么标准 要限制什么 或者鼓励生产哪种规格 他都比你早知道 所以他就认为 那个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那你去想一想 连台商都这样认为 何况是欧洲 跟美国人 而这一次呢 这个Angela Merkel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 他的态度是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走 基本上呢 他是要强调这合作面 不是对立面 而且呢 他也认为呢 事实上他应该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尤其德国在这个太阳能面板 还有太阳能等等的科技 在欧洲可以说是最强的 而且呢 也被路货 应该是打得最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是不是权衡利弊得失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就是德国的电信业者 也非常的需要大陆的市场 所以呢 他有没有可能 就是对于相较于原本要说的是 永久性的关税 现在讲到的是呢 这个关税理论上就是希望年底 就到此为止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权衡利弊得失了以后 他觉得说 尽管德国的太阳能面板 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而且很多家已经不行了 但是呢 想到另外德国可以赚到的钱 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 就朝合作的方向前进了 我们不要忘了 德国是欧洲第一大出口国了 他事实上大概仅次于大陆 所以对大陆这个内需市场 他当然也要 所以你如果这样来搞大陆 大陆当然也可以在内需市场搞你 他当然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梅克尔完全是为了 即将面临的选举 因为他上次的地方选举 是输了 而且相当严峻 所以他总要 因为他是保守党 所以相对相应 他一定面对很多失业劳工的抗争 因为社民党是 比较是劳工为基础的 所以梅克尔一定会碰到 这个经济压力 就是失业问题 然后就业的需求 而且选举就即将来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 可是他当然这个 这个绝对不是说 我永远要跟你怎样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经贸谈判 没有这回事 更何况大陆的内需市场 未来恐怕是世界第二 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德国不可能要得罪中国了 这绝无可能 所以我是觉得他未来合作的项目 还比这个要更多的多 好的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讨论 两岸在近期将要签署 这个服务贸易协议 时间点应该就是在 六月的第九次凌晨会 这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表示 大陆方面开放的项目 比ECFA的早收清单 是成长了七八倍之多 其中电子商务 金融服务 还有文化创意 台湾方面是争取到了 比外资跟港资 更优惠的待遇 其他还有这个 没有开放的项目 将会在协议的基础上面 继续的进行协商 有一些的台湾业者表示 这服务协议 并没有定期补充协议等等的机制 以及对后续大陆法规的透明化 与修正等等系统性的解决管道 他们担忧这服务协议是 看得到吃不到 不过郑亮兄这个话说回来 这服务协议 它被媒体 还有被马政府 以及一些业者 视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我们第一个想要请教的 就是大灾问了 它重大在哪里 我们上次的一个法 事实上服务贸易 大概只有八项 所以你刚讲到七八倍 七八倍事实上就是六十几项 六十几项当然也不错 不过还离预期差很远 这个里面事实上比较多的 我觉得是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就是说 未来台湾可以到大陆 成立独自公司 那本来是要求要 对方要参股 对 那这个差别很大 因为我们台湾的金融业 确实很想在大陆有所发展 而且大陆的利差比台湾大 它的市场也比台湾大很多 对 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对金融业是大利多 可是其他我觉得 其实并不明确 比如说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可能 大家可能更在意的 比如说像线上游戏 或者是比如说淘宝网 淘宝网现在已经在台湾 这个火红的展开 对 那我们的PC Home想要去大陆 对 可是迟迟还没开始 这个牵涉到可不可以邮寄 对 这些问题 那我当然不说PC Home有这个竞争力 坦白讲你规模小那么多 可是它也许可以发展一些 立即市场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可能 本来想到的一些项目 并没有列入 比如说技术服务 这个技术服务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工程 工程的顾问那一类 这类并没有如预期能纳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 立即可以想到的旅游业 旅游业也没有纳入 那旅游业当然对中港来讲 因为香港有纳入 那我们台湾没有纳入 所以有蛮多人很失望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饼 而且可以预期会成长得非常快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大陆 大陆其实对香港跟台湾 还是有所区别 我们大概只有少数几项 比香港得到比较好的待遇 可是你要知道 因为香港的金融业 它有很多 你不能说它是港资 比如说汇丰银行 你说它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银资 它只说它的基地是在香港 所以我们有部分的金融服务 得到稍微好一点的待遇 可是香港大部分的项目 而且香港的项目是远多于台湾 那这个当然你也不能够怪大陆 因为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部分 特别行政区了 它已经统一了 它已经统一了 所以台湾确实比外资要多 非常多 因为大陆服务业是严格管制 大陆给外国的服务的项目 大概总量大概不会超过4% 那台湾这次大概会得到10%到15%之间 那香港是更高 香港大概70%以上 我们如果说这一次呢 就像陈如正亮兄讲的 对于这个金融业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利多 利多 我们能不能说说 就是台湾有哪几家的金融业者 是可以直接和立即的受贿的 我们事实上证券业者是立即受贿 因为他们早就想在那边成立赌资的证券公司 像有哪些家呢大概 有很多都已经去了 只是迟迟因为没有开放赌资 他就一直没有正式运作 都只有成立一个desk 一个办公桌 那有啊 比如说中信 中信早就去了 其实我我就曾经跟中信聊过天 他们现在叫KGI 叫凯基 他就跟我抱怨 他说十几年前 他们跟大陆的中信证券是一样的 那因为长期没有开放嘛 那现在大陆的中信证券是比他们超过十倍大 对 这个就是在长期过程里面 你就拿不到他的IPO的case 对 那我们也知道大陆大概在 大概在2005年之后到2010年中间 是大量的大陆的IPO到香港上市 那台湾基本上都没有争取到 对 通通都是港资跟中资的证券业 所以你就失去了很大的机会 不过这里面 刚刚业者的那个抱怨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ECFA的服务业的谈判 服务贸易的谈判 是一次性的谈判 对 它并不是像制造业 因为制造业我们知道货品清摊 上次只有539项 那事实上还有七八千项没有谈 所以这个是必须半年一次一次的这样谈下去 慢慢克服 所以大家会预期货品清单还可以慢慢再加 会有补充性的慢慢再加 可是服务贸易并没有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次没有 下次是不是就没有机会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当初马英九在设定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希望一次可以谈多一点 所以并没有把它类比成像货品贸易这样子来设定 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当然也看到大陆的善意 因为它给台湾是项目蛮多的 我们说六七十项 这个确实比其他国家已经好很多了 可是就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 大家会担忧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实际执行之后 那因为你并没有像货品贸易 还可以慢慢的来检讨 对 每半年都要检讨 那很多人就会说会不会看得到吃不到 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我们证券业去了 那你未来再取得同样的 比如说大陆的IPO的项目 你是不是会有公平竞争的空间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 还没有发生吗 或者是讯息的取得 是不是也会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因为金融业讯息取得是很重要的 对 不过话说回来的话 在这个马政府是一再的强调 在许许多的部分 包括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台湾已经获得了这个超越FWTO的待遇 而且呢是超越了这个给予香港的待遇 或者是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 这样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吗 符合事实 超越香港不能这样讲啦 是几个项目啦 OK 香港远超过我们啦 就总量而言啦 因为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部分了嘛 它已经不是作为国与国之间谈判了 而且香港的主要的竞争产业就是金融业 所以大陆事实上已经给香港非常大的便利了 比如说旅游业 事实上到香港的旅游业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它本来就很强啦 那加上 所以后来我们台湾的所有的shopping mall 比如说陆客来台湾 事实上陆客来台湾的走过的那个购物的那个途径 有三分之一是香港人控制的 因为他们早就做这个了嘛 对 而且陆客到香港是超过一千万人次 我们台湾才三百万人次啊 所以他们已经累积够多的经验 甚至于据我了解啊 包括机票的取得 那香港的旅游业 大概也垄断了将近三分之一以上的机票 而说到这个事实上的业者 我们讲的在台湾的话 大家常常就是指控财团在后面 要企图影响政策 而且呢政策还有真的多多少少被影响 但是呢 我们如果从过去这十多年的历史来看的话 事实上呢 这个台湾的金融服务业的财团的负责人 也是勤跑大陆 希望就是能够得到这个开放等等的优惠 但是如果说从这个长长的时间 我们过来看的话 就是他们这些台面下的努力 到底有没有产生明确的帮助 当然有 这个最明显就是富邦银行 那富邦银行就是被这个服务贸易的协商拖到了 所以他就自己搞了 他就去香港 并了一家阿拉伯的银行 然后后来变成香港富邦 然后再进去大陆 然后他比如说到厦门 跟厦门银行合作 他大概是跑第一个了 那有一些是后来去买了上海的华裔银行 因为那个宝城 因为他要退出金融业 那就把它卖出来 可是这个不能叫做金融业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交易 一个并购的交易 那另外就是吸引陆资来参股的 那这个最明显的大概是永丰金 那远东银也在谈 远东银 可是就是说 因为实在是慢太多了 那您刚提到了中信呢 对 中信主要是证券业 他证券业想要去 中信金的规模并没有 因为我们怎么讲 那个最最重要的那个竞争期 都已经过了 因为现在大陆的银行 是全世界前三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战略机遇期 都过了都过了 所以就是说在大陆 他金融知识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庞大的时候 那你台湾迟迟不去 不谈这个议题 那他就跟香港合作了 或者跟美国合作了 因为美国跟香港的金融业 是世界最顶尖的 他就沦目到跟你台湾合作了 而且我刚刚已经讲了 尤其是证券业 这就要到香港上市 跟到海外上市那个过程 就是最近这十年 未来要有更大的IPO案也不多了 所以你就 这个我们用大陆的字眼 叫战略机遇期 那个机会都被人家拿走了 大概都让香港 尤其是大陆本身的银行 跟证券业都站起来了 好这适者已私来者可追 当然了这个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签署了这个协议一定是短多 但问题是就长期来讲 是看多还是看空 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 时事求是的节目现场 继续刚刚的话题 这个台湾的金融服务业 现在可以放心的大胆吸进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 至少就金融业 而现在去了大陆 可以到处开设分行 以及筹署新的企业体等等 对于台商来讲的话 那显然是一大利多 因为台商在大陆 要进行融资的时候 碰到一些征信等等相关的困难 但事实上郑亮兄 这对于大陆的中小企业来说的话 能不能说也是一项利多 都是 因为大陆的银行还是偏爱国营事业 所以它的比较 有一些优质的民营企业 也不一定是中小企业 它有时候拿不到融资 那拿不到融资就变成说变成台湾 或者外商银行有机会 你只要对它够了解的话 你就有可能做贷款的业务 那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很多 大陆的企业 现在不是讲台商 大陆的企业 已经陆续在找台湾的银行 在谈融资的事情 事实上台湾的烂头村是很多的 我们台湾内部不是资金缺少 我们是资金过剩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投资 那就变成说 它可能有多了一个管道来做融资 那第二个就是台商 因为台商基本上 因为它长期跟这些银行有往来 所以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 所以很有可能 它会从既有的一个融资管道 慢慢的转一部分出来 那这个对台湾的金融业 会是很大的利多 因为大陆的利差比我们大很多 它是两%到三% 对 而说到这个利多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的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可以放心的 到大陆去大胆吸进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有大量的服务业人才前往大陆 这是第一点 而这样子的大量的人才如果前往大陆的话 就台湾来讲 它能不能被定义成算是人才流失 这两个都是大问题 这两个问题 因为大陆的规模大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产生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你如果到大陆 在同一家公司赖上班 就是一个跨国公司 那你比如说你当到了华南或华东的总监 你的待遇恐怕已经比台湾的总经理待遇还高了 就同一家跨国公司 那这个现象势必还会继续扩大 而且很多的服务业 因为服务业就是靠人脑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以人为主的 所以这个人如果有本事 他很自然的就会往待遇高的地方流动 这个无法阻止 这个就好像英国人会跑到美国就业一样 奥地利人会跑到德国就业一样 这没有办法阻止 所以你能够去创造的只是说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些业别 那特别是在台湾适合培育 否则的话有一些你要挡也挡不了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 因为你连续聚的制作 平均一级大概只有100万到200万台币的成本 20万人民币 预算 那大陆恐怕是以这个数字的人民币 就是你的五倍起跳 最少 所以我们这边的比较优质的剧作家 写剧本的 他很容易就跑到大陆去了 或者说我们再说画这个格式漫画 比如说我们台湾以前很有名的蔡志忠 他现在就住在杭州 朱德庸也住在大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比如说光是朱德庸在大陆 他这十几年来可能就赚台币超过1 他在台湾绝对不可能赚到这个钱 这个是市场规模的问题 那如果说再加上大陆包括他的著作权法 也逐渐开始落实 然后他的所得也开始增加 比如说人民币会升值 那相对于台币相对于美金 他所得也在增加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大趋势 我是觉得这个趋势恐怕是 越来越多台湾的人会习惯于 我讲的是服务业 习惯于来往返两岸 我不是说是住在哪里 他可能因为渐渐开始自由化了 那双方如果台湾还有利基点的话 他就会往返 那如果说你这边连利基点都没了 比如说我说剧作家 事实上我知道有一些编剧 他现在恐怕都以发展大陆剧为主了 好的 而我们晓得这一次对台湾产业 就这一次的服务业 服贸可以算是相当程度的利多 当然并不是全面的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像旅游业 还有文创工程顾问 或者是文创产业 他并没有真正的赚到 可是我们晓得 这个利多本身 他并不能代替 健全台湾产业的一个政策 就是利多跟政策是两回事 对他不是一个替代品 所以马政府在签署 这个所谓的大陆让利的协议的 这个同时 是不是反而更依靠大陆市场 这个事实上类似这种 降低关税或者自由化 都只是增加你的市场的规模 他并不能提升你的竞争力 公司跟产业的竞争力是要靠自己的 如果说你的文创的人才向大陆追得很快 像他最近得奖的几部片子 我觉得说慢慢追上来了 就是说那这里面也许台湾 还有一些利基 还没有比如说大概还没有被完全追上 可是那个时间恐怕只剩下五到十年 比如说像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 他这样的节目就出来了 那你说台湾的新旺大道 有领先他吗 现在就大概感觉不到了 甚至还觉得恐怕有点落后了 所以就说那个光是歌唱比赛这个类型 你就被人家追上了 那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类型 搞不好人家创造了 你没有 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激荡的过程 可是这个激荡的过程就是说 我们只能够去 说台湾也许它有更自由多元的环境 它更容易得到西方的讯息 那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创意的空间 可是这个都是理论的 我并没有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如何让台湾实现 那政府要多加把劲 就是说你 那也许有一些人到最后 到时候因为大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是你没有的 就是资金跟市场的优势 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服务业 那它搞不好倒过来是来挖你的脚 而说到这个 如果说我们从两岸互动的政治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想到从经济角度 签了这个协议下个月 如果真的是签了头 顺利的话 对于台湾的产业 相关产业是短多 可是呢 重点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 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还是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解决方案 乃至于对台湾 是这个短多但是长空 还是短多长空 短多长多 对不起 我觉得自由贸易增加 我认为都是好的政策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提升 那就要靠自己的本事 可是你现在问我答案 说一定是长多还长空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接下来的五年 就是关键期 因为大陆会追得非常快 比如说你如果去过 北京的那个七八九广场 艺文中心 这太多了 太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会感受到那个压力 那台湾在值上面 是不是一定会比它高 这个我觉得只有五年的时间 是非常紧迫的 可是就是说你增加了空间 这个服务业的开放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大陆事实上还开放了职业证照 现在很多人都去那边考职业证照 比如说我认识一些美容院的 他现在搞不好也在厦门开一家 那他就变成跨两岸的老板 那他也变成亡返者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说台湾未来会产生 更多的亡返者 亡返两岸的人 那这些人 你说他是不是赢家 他当然可以从大陆的市场里面赚到钱 可是大陆的营收 早晚会超过台湾的营收 这个没有办法阻止 因为统一就是这样的企业 统一大概在 大概十年前 他大陆营收就超过台湾的营收 这个没有办法阻止 因为台湾就那么小 那只是说你是不是要全部压在大陆 那或者说你到别的地方发展 你是不是也有本事 那都要取决于你自己 像文创产业我估计大概只能靠大陆市场 可是金融业就不一定 金融业比如说我们刚讲到中信银行等等银行 他们也努力在开发东南亚的市场 那因为你跟大陆要硬碰硬 我估计你也赢不了了 因为大陆规模实在太大了 所以恐怕你就要透过多角化 来找自己的利基 因为全世界的华人 在海外的也有六千万人 那有很多也是相当有实力的 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商机 对 好 那个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的是 这个台湾跟菲律宾之间 有关于这个渔船的海上碟写案 现在双边终于启动了平行调查 为了要追查5月9号 所发生的广大新28号的海上血案真相 台湾方面的调查团 昨天再度的前往菲律宾了 不过不是一开始的17个人 而是8个人 他们第一天是先开会协调工作的内容 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查验 这15把的涉案枪支 来比对是不是吻合先前 在台湾这个渔船上 所采证的验见结果 同时也查阅了11名涉案的 菲律宾人员 他们的征讯笔录 今天的话是登船要勘验 涉案的公务船 明天要看案发的录影带 还有询问涉案的人员 抵达菲律宾第二天 武功调查团马不停蹄 一早就前往国家调查局 与继续交涉 因为27号检验胸枪后 这天目标就是要登船检查 而这艘船就停在海岸巡方队旁边 从制高点往下看 MCS三栋弄腰 这一艘造成广大信号 斜案的凶船 在案发过后已经拖回 马尼拉港边 菲律宾检警已经初步检查过 现在就等我国调查团下午上船看验 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呢 就是今天调查团有可能在早上的时候 或是下午会来看这个当时渔船跟公务船在海上的录影带 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 那还有接下来有可能还会到这个海巡署 那检查官们将会登船来看这个海巡署的船 并且来进行这个看验的动作 至于在调查进度方面 连续三天从验枪比对弹道 确认凶枪到登船检查 预计29号将在菲律宾官方陪同下 询问案发当时在船上 执勤的非国海岸巡防队队员 接下来还要看验引带 确认事发过程查明枪击真相 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个头版的部分呢 也有台湾调查团来菲律宾相关的报导 而里面呢也有几位检察官的照片 另外菲律宾各大报纸头条都报导了 台湾调查团第二次来访的消息 并且在头版还放上一张照片 里面菲律宾人都穿上 我爱台湾的T恤 象征两国关系良好 对比上次调查团来的时候 官方冷漠态度 这回真的差很大 而所谓的平行调查 至少在形式上呢 菲律宾的调查团 昨天也抵达了台湾 抵达之后 事先前往法务部进行了闭门的会议 法务部有提供被枪杀船员的 解剖报告等等的文书 而第二天就是今天一大早呢 调查团是搭乘高铁 前往屏东地检署 由屏东地检署的检察官 来协助征讯这生还的三名船员 洪家人呢下午也会到场 拖着大包小包行李 菲律宾调查团一行人 由调查局国际处处长 德干德领军 早上从饭店出发 抵达台北出站 搭九点半的高铁 准备南下屏宫 根据团长的说法 对掌握相关的资讯 他是很乐观 他还很肯定 对于我们给的证据他都能接受 这个部分他并没有多说 他只是点头为笑 对于来台资讯掌握似乎很满意 菲律宾调查团第一天 先是在法务部进行闭门会议 第二天南下预计进行登船 勘验船只航程记录 因为菲律宾没有调查权 必须在我国检察官协助下 征讯三位申还船员 由非国调查团拧定题目 交由屏东检察官训问 但在场的非国调查团 也可以提出疑问 不过被害人 还要被杀人凶手国家征讯 似乎获得逻辑 就是合理的话 我们都会配偶来 第一检署 有已经当初就 针入我爸爸的大体 有解剖的很完整 也有全神录影 所以他们不用在那边 找一些有的没的 来掩饰他们自己的不对 我们等一下要 两点回去地检署 合理就能配合 下午非国调查团到达后 也会和屏东地检署 进行闭门会议 要抓住短短在台湾的 五天时间了解案情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屏东地检署的检察官 就这个议题所发表的谈话 昨天的报告的内容 主要是由法院救所的潘医师 在负责报告 将他的解剖内容所见 向这个飞方来进行口头的报告 飞国公务船上面 所扣得的这些枪支 所有的枪支的子弹 它的试射的样本 有带到台湾来 我觉得我们够取得 子弹的样本 对事实的理性 是一大帮助 相信能够进一步的确认 到底开枪者是谁 是哪一颗 哪一把枪的子弹 将这个死者射杀身亡 先问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 郑良兄 就是呢 就目前的这个调查的发展 所谓的平行调查 那台湾的这个调查人员 八个人到菲律宾 菲律宾八个调查人员到台湾来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到目前为止 您满意吗 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征讯菲律宾的嫌犯 那事实上很难去 调查出动机 因为现在的事实上 双方的争议点 因为菲律宾已经 有点转化立场 他现在大概也朝说 他这个违反了 这个对接原则 这个engagement rules 他说他应该是违反的 那可能有这个执法过当 那过失杀人的可能性 对 这个菲律宾已经大概承认 这个可能性存在了 而且很可能会朝这个方向结案 对 那只是说 因为是11个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时开枪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人 确切导致死亡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是谁射的子弹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 同时射子弹 可是过失致死 跟执法过当 我觉得应该是蛮确认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平行调查 没有效果 因为我没有办法征讯嫌犯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动机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很可能就是 还是停留在 非方所认定的 就说 好啦 我就是杀了人 可是我是执法过当 那当然执法过当 前面就要找理由了 就说是不是有越界 越界我们讲的 不是说那个24海里 对 是说他有设浮标 是不是真的有撞到 对 那这个恐怕就要掉录影带出来看 对 那我认为这个到 大概再过几天 可能就会浮现 好 您认为就是 马政府呢 现在就这个平行调查 还有这个调查结案 有没有一个预设立场的压力 因为马英九自己也已经讲过 而且台湾的所谓的名气吧 都是认为这是一个谋杀 就是一个蓄意杀人的事件 那从现在的这个 目前的发展态势来讲的话 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一股气氛 形成一种政治压力 要马政府方面呢 一定要让他不能是朝这个意外杀人 就菲律宾方面就先放一边 至少就台湾方面屏东地检署的调查方面的话 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就是一定要以这个非意外的方式 乃至于是谋杀的方式来结案 我觉得关键是录影带 因为录影带如果所拍出来的 是渔船有撞到浮标 然后有民空开枪这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才做出杀人的行为 那当然杀人就是不对了 是 你在任何地方你也不能杀人 你最多只能扣船 或者登船 你也不能做体罚 这个都违反国际海洋法第73条 所以违反国际海洋法73条已经确认了 现在只是在确认说他是不是蓄意 对 所以在这里 录影带掉出来之后 我觉得就会看到一些新的事实了 那除此之外 这个也许他就根据那个录影带 还有实际上造成有人死亡 然后菲律宾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审判 可是2006年那次菲律宾那方面是判无罪 他就是执法过当杀人 对 做无罪 好的 那个这一次呢 这个我们如果回头来看 到目前为止 这整个案子 大概在台湾 这个名气沸腾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相对于这样的一个案子发生 这个媒体是全面的发酵 而这个马政府乃至于行政院呢 他们并没有立刻的积极明确的作为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呢 有了作为有了72小时的通牒 而且也宣布要进行这个演习之后 这个玛丽拉方便的代表到台湾来 但是呢 在73小时 就是过了72小时了以后 才开记者会 而且呢 外交部长林永乐 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广泛的被视为呢 他的态度太软 而且有点鸽背往外弯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characterization 这样的一个形容 算不算是试下的 这样是试下的 可是现在马政府就是必须要想清楚 他那个四项目标 那四项目标可能达成的成果 是程度不一的 他心里要有准备 第一个就是道歉 那目前大概道歉已经做了 赔偿我估计会做 如果是执法过当 那过失致死也是要赔偿 因为政府还是有过失 不过那个金额恐怕不是你所想的 陈兄 陈兄不一定会做 因为陈兄如果他认定是过失杀人 然后他也不愿意把嫌犯送到台湾来服刑 那菲律宾很可能他就终审就是无罪 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接下来就是渔权谈判 渔权谈判我认为要谈出结果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菲律宾的宪法 他的宪法就直接规定 菲律宾的渔业资源归菲律宾人民所有 所以我们过去渔权为什么跟菲律宾都谈不出来呢 因为没有一个共享的空间 他就说我必须修宪 他给你扯到这里 你知道 因为他渔业技术比较落后 所以他就在宪法里面弄了这样的一个强制条款 说菲律宾的渔业资源归菲律宾人民所有 所以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妥协 说我就来跟人家分吧 渔权合作等等 他都用这个理由来拒绝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突破 就是说他用宪法当挡箭牌 所以我可以跟你启动渔权谈判 可是接下来你很快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我宪法这样规定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马英九对于他四个要求 可能进行到什么程度 他心里要有数 就说可能逞凶他是做不到了 他不会来台湾服刑 那如果菲律宾的终审就是无罪 那你怎么办呢 他政府过失愿意赔偿 赔偿了金额不足你的预期 对 渔权谈判可以启动 可是因为受到他的渔业资源归菲律宾人 所有这个宪法条款的限制 他没有办法跟你有所进展 那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恐怕马政府都要想清楚 对 马政府不但要想清楚 还碰到了在台湾内部 除了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调查 这起事件本身以外 还要看的是在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上 是不是会有一个所谓的清算 就是有没有人要需要为这个菲律宾的事情来负责任 那目前来看的话 很简单 这依照体制 所有的这个大政方针主要的决定 通通都是由国家安全会议 就是马英九是chairman 他是头来做决定的 可是呢 我们所看到的 如果说有这个负责的方向的话 目前的火力似乎都是集中在外交部的部长林永乐 所以这就碰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 林永乐在这个现有的宪政体制的实践之下 他是属于一个执行者 他并不是一个政策的这个政策的播化者或规划者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外界的炮火朝着他射击 那对于马政府来讲的话 他有没有必要就这个事情做一些适度的澄清 或做一些适度的说明 来厘清这个责任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程度 还是说呢 这个马政府就决定 不用做太多的澄清 如果说林永乐撑不住 那政治上需要他下台的话 那就再见了 我估计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林永乐已经公开讲了 他说如果需要他下台 他不会回避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包括护鱼的动作 这不是外交部人决定 海军的出动也不是外交部能决定 海巡署跟国防部是国安会能直接指挥 这哪里是林永乐能决定 可是他现在就是要把它推成 就是说因为林永乐执行适当 所以造成了菲律宾道歉不够诚意 或者是逞兄赔偿没有进展 调查就延宕等等 这里面当然外交部有相当多的责任 包括尤其是国际宣传 国际宣传外交部做得非常差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个事实上也牵涉到台湾的一个基本问题 就你把新闻局猜测之后 我们台湾的对外宣传恐怕 就是严重问题 这个只是第一个个案 可是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讲了 包括呼吁 经济制裁 海军的出动 还有呼吁行动要不要强力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余计到六月底 这些都不是林永乐能决定的 那最后会使得菲律宾开始有 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必须要做立场上的调整 比如说美国立场的转变 这恐怕也跟我们的强力呼吁是有关的 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跟菲律宾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因为我们做了强力呼吁的动作 而且海军也出发了 这个记得拉法业舰出发了 所以美国紧张了 美国就说你菲律宾要处理一下吧 那这个不是林永乐能改变的局面 林永乐能够做的就是菲律宾就不理你 你来文的我不理你 那你国际宣传做书我 我就继续乱搞你 那接下来应该是台湾诉诸实力外交 实力外交菲律宾搞不过你 可是对不起 实力外交都不是林永乐能够决定 对 而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 您认为如果林永乐下台的话 对于台湾的民意来讲 够不够还是会还会继续究责 网上发展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马英九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海巡署 跟国防部是表现得不错的 我们大概就会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海巡署以后就要 持续强力互赢 然后确保我们渔船的权益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文化大学的教授郭正亮 郭博士到我们节目上来 进行分析还有点评 时事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史哲伟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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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干嗨 还是 stress cosa